Hello 大家好 之前我們推出了一款 GBB 版本的學合教 其實反應都相當不錯 也有朋友問我們什麼時候推出 AEG 版本 現在手頭上就是我們 AEG 版本 不過在介紹之前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 Like 我們這條影片 還有按旁邊的叮叮鐘 我們一走新影片就會馬上通知大家 無論 AEG 也好 GBB 也好 Hop Up 系統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環 它是可以令到 BB 彈可以寫得更遠和更直 所以一粒好的Hop膠 是一個不可以畫缺的零部件之一 怎樣為之一粒好的Hop膠 除了品質之外 還有選擇合適的軟硬度 還有一個好的下點的設計 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一環 軟硬度的話就是因應不同的力度 而去做一個調整 就像 Mac 的軟硬度 一包裡面就會分開兩粒 分別有黑色的60度 還有紫色的70度 如果你本身的槍 不是太大力的話 力度方面的話 大約是以295度至390度的FPS 就可以選擇黑色的60度的軟硬度 如果你說你是比較大力一點的 那就是360度或者460度的FPS 你可以選擇紫色這粒可口膠 下點都比較重要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是影響到 BB 彈的旋轉的位置 如果過長或者過段都會令到 BB 彈有個偏差 所以 Mac 的 AEG 開口膠的下點就和 GBB 的下點 其實是差不多的 這個開口膠裡面 它在三點部分 和九點部分 都會有一個凸起的位置 進行一個固定的 令到一般的用家方便些去安裝那粒可口膠 亦都不會令到它有走位的情況出現 下點方面就設計成兩條長條形 比起原裝可口膠小的下點為之長 其實這個好處就是 令到我們當用家去調整一個可口膠的時候 只需要調整一點 就應該達到一個有效的射程範圍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在包裝上面 大家也會留意到就是 它沒有跟到一顆老鼠屎 原因是因為本身下壓點的效果已經足夠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多一顆老鼠屎 去增加那個下壓的效果 這款 AEG 開口膠 除了用在一般的電窗上面之外 亦都可以用到GBLS DAS GDR-15 的電窗上面 我們也有師傅測試過 就是用黑色的60度的可口膠 效果已經有所提升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上去我們PTS消息網店選購 如果有什麼不明白 可以在這條影片的下面留言 又或者Facebook 或者IG 上Inbox我們 那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